8月28日,在空军航空开放活动继长春航空展记者见面会上,空军航空兵某师飞行员杨开华表示,这些年,飞行员苦练经飞,加紧备战,从平原到高原,从内陆到沿海,眼界更加开阔,能力更加过硬。 对每一名空军飞行员来讲,有利维护国家主权、安全和发展利益,今天更加现实直接。 轰6K飞机被誉为战神,是中国自主研制的中远程星形轰炸机,是中国军队重要的空中进攻力量。 2015年3月30日,轰6K首次前出第一岛链,飞越巴士海峡,接下来,轰6K飞越峰谷海峡,对马海峡,实现了常态化赴西太平洋远洋训练,颈寻东海防空识别区,绕岛巡航,战寻南海。 南京空军空中拼刺刀的战斗精神,做到一代演示,上个去,打了一。 2022年5月24日,中俄两军组织实施例行性联合空中战略巡航。 轰6K再次展示西太平洋上空,这是自2019年以来,两国空军联合实施的第四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。